在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 这个实验呢 讲的是有一年 他们对哈佛大学毕业的一群学生呢 进行了一次关于人生目标的调查 这群学生的智力学历环境条件 基本上都是相差无几 调查结果是这样的 有3%的人 他们有清楚的远大的目标 10%的人呢 有清晰但比较短期的目标 有60%的人目标模糊 还有20%的人 没有目标随便 25年之后 哈佛大学对这群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 结果是这样 3%的 有远大目标的学生 25年间 他们朝在一个方向 不懈的去努力 几乎都成为了社会各阶层的成功人士 其中不凡有行业的领袖 社会精英和各方面的重要人才 10%的人 10%的人因为他们拥有的是短期目标 他们也成了各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 大部分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阶段 有60%的人 他们没有太大的目标 他们安喻的生活和工作 没有特别的成绩 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 剩下的还有27%的人 他们的生活没有目标 过得很不容易 并且常常在埋怨别人 埋怨社会 埋怨这个不给他们机会的世界 记住了 理想是指路明灯 没有理想就没有前进的方向 一个人活着没有坚定的方向 你就没有生活 智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所以佛法讲要精进修行 佛教将精进的程度分为五种 所以你们现在学佛也好 工作也好 在家庭当中也好 对孩子的教育也好 不管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精进 但是佛教把精进分为五种 第一种称为家行精进 第一种叫被假精进 被就是被人家的被 假就是过去古时候成为勇士将军 这个意思呢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像将军 勇士上场一样 无所畏惧的精进 第二种叫加行精进 就是加强的家 行动的行 这种精进呢 就是加强自身的启动力 要坚定 要坚定 要坚固自己的信念 不要随随便便 被别人一讲 你就左摇右晃 第三种叫无下精进 无就是没有的 无下就是下面的下 就是不要去看清自己的精进 不要去看不起自己 我做不到 这样你才能无挂碍 无恐怖的去精进 第四种叫无退精进 我今天已经做了 我今天已经努力了 我只有向前 我坚忍不缺 我们坚猛心智 遇到苦境 我也坚决向前 第五种叫无足精进 足就是脚的足啊 无足精进 就是我们的脚 永远不会停止 永无止境的精进 这样的人才会自强不息的 达到佛的境界